没想到剪完是这效果 继续修剪水草 感觉现在这珍珠草的形状有点像大白菜呢 珍珠草的修剪就更简单了 在哪个位置修剪都行 你可以剪得高一点也可以剪得低一点 甚至期着你剪都没事 到最后它都能长出来 而且会更茂盛 这草长得太密了 不太好剪 不过这过程确实很剪压 随便剪 不用担心剪出什么问题 剪完了 满满的一缸 怎么感觉现在这个样子有点好看呢 有点神秘的感觉 看 小虾来了这么多 满满的一整缸 这么多草捞出来有点费劲了 捞的时候得小心一点 因为黑壳虾生完了 里面有很多小虾苗 所以得抖一抖 防止把小虾苗也带出来 如果真带出来那就不好了 现在小虾苗已经长到一公分多了 再过一段时间 也具备繁殖能力了 就又能生瓦了 好家伙 又发现一只暴暖的黑壳架 看它复补发黑的部分 那就是虾卵 再过一段时间 就又有小虾出生了 迷你雪新来的密度太高了 所以就拔了几颗 看着发色 多漂亮 这么一大堆这种草 马上寄给草友 很多草友还不知道水草该怎么游寄 其实很简单 把适中的水草 放在纸巾或卫生纸卷起来 然后用喷壶喷水 把纸湿透 最后装到这种袋子就行了 袋子可以封口也可以不封口 好了 该去寄给草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